那么这个嫌人对这个判决有共满 就把他身上的口袋里头把水果刀扣上 农民工被公司无故刻扣薪水 多次将无量老板告上法题 却频频以惨败告终 走投不路之下竟然怒闯法院 连同四名法官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情还叫从2013年讲起 在湖北省实践的一家汽车维修公司内 一名中年男子情绪非常激动 他不顾周会人的阻拦 对公司的老板破口大骂 原来这家公司在发放工资时 无缘无故的刻扣了他一半的工资 男子找领导理论 没想到领导不仅没就把钱给他 还指高气行的将他一顿臭骂 声称就这么多钱爱要不要 明明是不占领的一方 态度却如此嚣张 男子气不过才和他理论了起来 这名中年男子名叫胡庆刚 已经42岁了 却依旧是孤家寡人一个 胡庆刚虽然兄弟三个 但家里的条件实在是太穷了 因此他只读到了三年级 就被迫辍学 由于家里条件不好 他自身的学历又不高 因此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家里除了大哥在铁路上当维修工 有个固定的工作之外 胡庆刚和弟弟全都待业在家 一把年纪还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里 平时靠接一些散活赚点零花钱 但这些工作不仅收入魏婆 还非常不稳定 压根就不够他们的生活的 为此他的压力非常大 好在不久之后 有个书人为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到汽车维修工资上班 虽然工资不高 但胜在工作稳定 胡庆刚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为此他每天前行恳恳任劳任怨 原本以为生活正在向好发展 然而正当他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幻想中 现实却给他上了一课 年底发工资时 明明他和别人干了一样的活 但他的工资却比别人少了一半 任谁遇到这种事都会糟心 胡庆刚想找老板问清楚原因 结果对方却以他上班不认真为由 胡庆刚自然不乐意和老板理论了起来 没想到老板竟然恼羞成怒 还对他破口大骂 总而言之就是不肯不发他的工资 胡庆刚虽然非常生气 但公司里都是老板的人 对方人多势重 他孤身一致根本无法和他们对抗 回到家后他越想越气 自己应得的工资凭什么被无辜扣除 这口气他怎么也咽不下去 因此他想以合法的程序要给自己的公寿 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维权之路就会走得如此艰辛 农民工被扣除薪水 让无聊老板告到法院后 却频频惨遭败诉 一怒之下竟然直到闯进法院 领统斯明法官 2014年2月份 胡庆刚因为与公司发生矛盾而离职 3月24日迟迟等不到公司将剩余的工资给他 于是他便拨打了市场热线 想通过合法途径要给自己的工资 随后这件事引起了 实践式劳动监察支队执法医科的重视 他们先是调取了胡庆刚所在的方顶公司的员工名单 以及考金记录 证明胡庆刚确实应该拿到剩余的一半工资 在他们的帮助下 胡庆刚顺利的拿回了拖欠的2000多块工资 这次的讨薪成功让胡庆刚看到了情况 因此参与8月27日 以实践方顶公司 门就和他签订劳务合同为由 再次申请了仲裁 而正是这次仲裁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因为劳动合同上明确规定 一年之内 门就签订劳动合同 就要支付双倍工资 因此按照胡庆刚的要求 实践方顶公司除了要支付他双倍工资外 还要支付给他加班费和拖欠工资的赔偿金 以及解除合同的赔偿金 各种费用加起来共计6.0万元 但是这一次仲裁 却没有通过他的请求 因为胡庆刚曾从武汉方顶转入实践方顶公司 他以为这两家是一个老板 但实际上两家却是独立的法人 而他提交的材料 只能证明他在武汉方顶工作过 并不能证明他和实践方顶公司 也存在着劳动关系 但是胡庆刚却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意 于是他以同样的理由 将实践方顶公司告上了法院 2014年12月 案件开庭后 对于胡庆刚提交的无分证据 实践方顶公司全都一一拨回 他的请假条上 并没有实践方顶公司领导的签字或者改账 考新证明和公司表都不是原件 银行明信上也没有这家公司的转账记录 而他提交的工作服则是武汉方顶公司的 因此并不能称为 状告实践方顶公司的证据使用 由于他拿不出来其他有用的证据 因此法院只能判他败诉 胡庆刚没想到自己提供了证据后 却以失败告终 因此就提出了上诉 但是在二审中 除了一审时的这些证据外 他并没有拿出其他的有用证据 所以二审维持一审的判决 他再次败诉了 胡庆刚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为什么守破证据还能败诉 思来想去 他认为一定是法院的判决有问题 固执地认为 一定是法官和公司的人勾结在一起 因此他才频频败诉 四名法官接连被孤情捅上 只见农民工无故被扣薪水 多次江湖林老板告上法庭后 却惨遭百足 那么这起事件的最终结果如何了呢 2015年9月9日 胡庆刚接的同志 到法院领取判决结果 零行牵踏四所再三 最终还是将一把水果刀悄悄藏在了身上 等他来到法院后 负责审理他案件的女法官刘坦 亲自下去迎接了他 有据案子已经宣判 胡庆刚的状态也表现得比较正常 因此刘坦直接将他带到了办公室 期间两人看上去沟通的也比较愉快 刘坦详细地给他讲解上诉失败的原因 然而胡庆刚却什么都没听进去 他只知道自己又白诉了 并且自己拿不到钱了 原本他就怀疑法官在和公司购结 此时得到这个结果更是怒火中烧 然而正在转身拿判决书的刘坦 并们就注意到胡庆刚的情绪转变 他找到判决书刚刚转过身 就被胡庆刚狠狠地在左胸上捅了一刀 随即又在右胸上捅了一刀 刘坦受伤后赶紧大声呼救 两名男法官听到动静后 赶紧跑过来查看 他们试图阻止胡庆刚 但根据胡庆刚手持凶器 他们不仅们就成功阻止他的行为 反而还惹怒了他 随后也被胡庆刚捅了几刀 由于动静太大 隔壁办公室的一名男法官试图阻止 但胡庆刚已经完全失控 此时杀红了眼的他 见了就捅 最后赶来的男法官也没有逃过他的毒手 身上被捅了几刀 很快就倒地不起 此时流淡的办公室以及走廊上 全都沾满了鲜血 领同四名法官后 胡庆刚这才醒呼过来 看着倒在地上的四名法官 他慌乱不已 而整个法院早就警报声四起 安保人员也正在赶来 胡庆刚慌不择路地想叫逃跑 却因为对法院不熟跑错了方向 最终跑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 而被追上来的安保人员当场控制 四名受伤的法官 也被及时地送进了医院 经过强救后脱离了身份危险 不久后就从重症监护室 转到了普通病房 而胡庆刚被抓后面对审判 他为自己的冲动行为后悔不已 考虑到他家庭困难 四名法官都没有向他索教赔偿 但他行刑的行为确实触犯了法律 造成了特例的影响 他最终因为故意伤人罪 被判了十一年有期徒刑 纵观这起案件 由原本的劳动纠纷 上升为刑事纠纷 其中反映出来的 却不仅仅只是劳动人民讨厌难的问题 更包含着相关制度的完善问题 因此我们在规劝民众不要冲动的时候 完善相关的制度 是不是能够更好的避免这类问题呢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